传说山上有位老神仙 他有什么都能治好的神药 为了报答殿长 治好殿长怕什么病 狐狼我 踏上了旅 土 神仙就要决斗 我历尽千辛万苦 顺路解决了挫散现实团的混合家里比 因为经费不足以下率 终于拿到了仙药 失败了人也只有一个 回到武馆 等待我的却是 欺负了我兄弟的家伙 别想有好日子过 店长还需要静养 那就 战速决吧 我明白了 但是兄弟们也是追求梦想失败 落货岛用蛮礼手保护肺超生活 看来这样也是不行的呀 你们大人总是把事藏在心里不说 拥有力量并不一定是坏事 你们就来武馆打工吧 炸鸡 古老觉得把自己的困难说出来 也不一定是坏事 一直以来 你也辛苦啦 我要暂时作为领队吗 我明白了 索隆误狼 战斗机交给我吧 立发剑军 坏蛋一个都不准逃 坏蛋一个都不准逃 有力的 破墙 就不够一斤 谢谢你指挥官 我很喜欢这个礼物啊 嗯 让我看看战斗力加强没有 我 我 我才没有主动找你搞好关系 我 我才没有主动找你搞好关系 渣 去死吧 别找路 下地狱吧 下地狱吧 在烈火之中挨逃吧 你说 我赢过路下了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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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额